早晨是在台東的市区跡了 鄉鄉出現幾萬隻鵰匙 背來這裡的電線 跟民宿的湯仔比 焦慮的專家說 這種鵰匙算是存在過多這裡的背來 可是現在提前背來 又還住在臺灣最近不穩定的氣流 所以這裡的測試過境停在台東 幾百的電火條上面 也就就站到很多鵰匙 不需要整天背起來 這一個大天的鵰匙 接著台東市 台東路四街的電火條 加起來的湯仔台 經過民眾都很好奇來看看 有的人也拿去手機 協助這個很難你看到的情形 這張鵰匙不是一般留在臺灣陽宴 是一種渡舊家宴 台東館壓了學會觀察 在台東市区出現這大天的家宴 數量差不多有9萬隻以上 可能因為最近臺灣附近 氣流不穩 祖動人翁南山儀 外圍的氣候狀況 可能會有一些受阻 當然他就會暫時稍微就停 停在這附近 突然間才大量出現 不過他們的山儀的 整個是春秋冬季 現在是夏天就已經開始 翁南北 在三年前台東市 展現記錄過一次大部 家宴停留的現象 專家判斷 這可能跟專家天氣變化有關 不過需要進一步的調查研究 記者綜合不得